113 東方日報 美警噴焦霧非裔犯撤死 2015年7月13日國際A26 本部綜合報導,美國阿拉巴馬州掃名警員日前 追捕一名非裔通緝犯時,向對方噴射胡椒噴霧 為該名而反其後分決,宋遠後不辭 警方稱暫時未知疑犯撤死時否與胡椒噴霧有關 正展開調查,維爾報導指,35歲的維爾 Anthony Ware早前因逃避警方追捕而被通緝 有民眾於當地時間上週五晚報警 指維爾持槍坐在塔斯卡勞薩一處公寓的前浪 6名警員接報到場,維爾健壯逃入重林 據悉警員在狗前間,使用胡椒噴霧制服維爾 其後用手靠將他鎖起,壓出重林 現而維爾突然暈倒,警員爭為他急救但不果 維爾其後死亡,由於維爾死因暫時未明 當局稱會案情罪由空案組調查 雖然攝氏警員身上有攝錄機,撲下拘捕過程 但警方會在完成調查後才公開片段 而維爾的初步驗屍報告將於今日公布 截至前日,攝判的錄名警員未被停職 在此,攝影機會較平 Harmon 適合作ן及時有紀錄機,撫下雨後 適合作為好 作為好 適合作為好 適合作為好